不是你这个事我得录一下啊 姐要不然咱回头说不清 我自己得留个证据啊 行你录行 那你现在把这钱给我解决了 不是你别跟我说 因为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这是你俩的事 你找我了 我说我讲理 咱可以先上怎么处理 但你如果继续这个态度 你就爱找谁找谁去啊 不是我不找你找谁 你旁边把车卖给我了 到货户带款都还完了 货户的时候 货户不了户 车主不是他 我不找你找谁 那你自己往处掏钱的时候 你不去人家信息 这车是不是他的 你就掏钱吗 你俩人一模一样 到最后公共都是发商账款会样的 那你赖谁 你赖我呀 我也是受害者 我车刚开半年 莫名其妙要他卖给你了 行 什么都学大都受害者 那你告诉我 这一件事怎么解决 不是哥们 你告诉我 你为啥把我车卖了呀 没啥 我看你也不开 停了停了卖了 我不开是因为我 我从我家到公司 走路就五分钟 我开的干啥呀 再说你借的车 借的车 车是我的 你不知道吗 你背着我要给我车卖了 我也不知道 我过去就说 没看下名字 一二五五圆 行了 你这别吵了事 能不解决 谁能解决啊 我解决 我是车 我解决 想办法 要么给钱 过来 不行 你过来 我一天抱门牙 给你打霸园 我刚开半年 你就莫名其妙 过给他了 不再说你用钱 你用钱你跟我说呀哥们儿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吧 你卖我车 你好意思 我不吵就能不能解决 想解决办法 你带给我还多少钱呢 17万 17万 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有12万吗 卡丽 你先还12万 你别说话了 哎呦 我这一辈子 最牛逼的事 就是我认识你了 给不了钱 你过货 过不了 这个车肯定是不能卖你 这个车对我特殊 特殊意义 你懂吗 那你给钱 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我顶天顶天 就能给你拿出10万 那其妖女友人赔呗 不是你 我说了 我这人我讲理 对吧 我摊上这么个朋友 我也没办法 你看这样行不 咱协商一下 我先给你拿10万 然后车呢 我先压你那块 等回头等一个月 我开支了 或者我怎么知道 我得把那鞋子给你送回去 然后车我开走 行吗 那其妖女友怎么证明 是你欠我的 因为现在车破不了户啊 不那你告诉我 应该怎么证明啊 我需要在楼下拉个 从横幅写着 我欠你几万回钱吗 那我不管 证明不了车就不能给你 写欠条 写个欠条 你给他写个欠条 不你这事哪证明呗呢 行 写欠条也行 但我只能谢你一个月 你写吧 来来来给你写 你还这样晚上写啊 跟你啥管 你写啊 你是车读 对你写 我再多问一下啊 你告诉我你要钱干啥 来 你要我死 你死明白吧 我女生买房子 我给他付个首付 行 也算是个正事了哥们 对 他付完首付之后 他让我给他当半郎去 当啥 啥 半郎吗 他结婚下 当半郎 你这床的脑子真不完整啊 哎呦 可是我心气之德 这床还给我少交啊 快去写这鸟 我也没找到来 我能的 哎 快写吧 我写啊 我写 写完了你这样 咱俩去就好 我先给你拿屎吧 行吧 行 等等 我看你卡里不还剩三万多吗 你不说话 没人拿你当哑巴 看钱 给你打回去了 我怎么交 那是我自己的事啊 我来奉献你一句姐妹 你下回再买车 或者你干啥的时候 你动动你脑子 我感觉你那个脑子 有点包死 这朋友少交 车先放你那啊 放你那不是给你开了 别老动我车 听见吗 他现在是我说 对 按理道理讲 是他的 你跟他一会的 你干啥呢 他单身你跟他过呗 完了你把车给我走回来 半个月之内别找我 别让我见识你啊 我容易打你 我上班去了 等会儿等会儿 我说为了你这份 都六点 我一天一口饭都没吃了 那咋 我还得管理你一顿饭 那我一辈子